我是古阿默 今天来说一个初看会想关掉 打开来再看一下就会不小心看完的故事 子弹列车 此时重出江湖不久的刺客男主角 正要前往车站的置物箱 拿电话中经纪人说帮他准备好 用来执行任务的道具 从他和经纪人对话的过程中 我们大概知道四件事 一男主角觉得自己是个运气很好的刺客 二在他多年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产生了心理疾病 现在连枪都不太敢拿 所以有在做心理治疗 三男主角不接杀人任务 只做偷窃运输这类型的 是他这次的任务 是帮另一个刚好生病的刺客养了男 代班要去现在这班魔王列车上 偷一个指定的手提箱 再来我们介绍的是没用男 他是一个爸爸 儿子被人拐到顶楼推下去 现在重伤在医院治疗 一直都还没醒来 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 他觉得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了很没用 所以为了能有用一点 他决定去杀掉推他儿子的人 他收到一张纸条 有个叫脑残妹的人 说自己知道推人凶手是谁 请他去魔王列车B04的位置详谈 但很明显的没用男 真的没什么用 他来到B04位置后 发现座位上是个未成年老少女 对方装着无辜 趁他以为认错人 转身要走时 就用电极器电了他一下 他就晕倒了 接着介绍也上了这班列车的三个人 首先是穿蓝色西装外套 跟蓝色夹克外套的是双蓝杀手 就叫他们西装哥和夹克弟吧 坐在他们两人旁边 脸上有写的名叫肉票 被黑帮绑架 双蓝杀手受肉票的老爸大魔王所托 帮忙去将肉票救出来 然后带着肉票和从黑帮手上 抢来的一个指定的手提箱 一起带上这班列车 坐到终点站 再下车交给大魔王 比较尴尬的是 夹克弟将手提箱 放在车上的行李架上 等过一阵子再过来查看时 箱子就不见了 因为这个箱子 就是男主角要来车上偷的东西 他此时已经找到箱子偷走 准备下车了 巧的是他下车前 被脑残妹给注意到了 此时出现了 把刀将要下车的男主角给刺回车上 说要杀了他替自己的七小报仇 接着两人在刚好五人的车厢 打斗了一番后 小草丢出了飞刀 被射的男主角用手提箱挡了一下 导致刀反弹 小草就我操了一声 被反弹的刀给射死了 男主角则是收拾现场 并将小草尸体放在车位上 卫装成喝醉睡着的样子 同时他回想起以下画面 就他之前去一场婚礼上执行偷窃任务 小草似乎就是当时婚礼上的新郎 此时双蓝杀手这边 他们发现手提箱不见后 就打算回座位上讨论该怎么办 却发现 肉票在他们刚刚短暂离开的时间里 双眼流血死在座位上了 原因不明 他们想了一下后 决定先帮肉票戴上墨镜 卫装成他没死 只是坐着睡觉的样子 搞定后 两人就开始在车上寻找 可能偷手提箱的人 毕竟箱子不可能长焦跑掉 只能是被偷 他们分开行动 再来看刚醒过来的没用男 脑残妹说他有一个仇人是大魔王 而他注意过 没用男曾经像以下画面这样 在前几天 将一个手提箱交给了大魔王的交易伙伴 是某个黑帮 所以脑残妹就认为 没用男一定跟大魔王有关系 他才故意先把没用男的儿子推下楼 再写纸条引没用男来车上详谈 想拜托他找机会帮忙去杀掉大魔王 脑残妹还说他安排了杀手去病房埋伏 若是没用男不配合 那杀手就会杀了他儿子 没用男虽然想解释什么 例如他接委托任务只完成指令不过问内容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帮大魔王交手提箱 给大魔王的交易伙伴 忽然西装哥路过打断了这一切 他四处打听说 有没有人看到某个拿某款手提箱的人 脑残妹听了 马上分享前面看到男主角拿手提箱的事 他会印象那么深 是因为那个手提箱 就是没用男交给大魔王交易伙伴的手提箱 西装哥知道后就赶快打电话告诉贾克蒂这件事 贾克蒂也认出男主角将他拦下 并跟他在座位上 都假装是普通乘客不打扰别人的打了起来 然后贾克蒂就被打昏了 接着男主角把自己出任务时 带的安眠药加入座位上一罐矿泉水中 用来以防万一 忽然他注意到旁边有个双眼流血的死者 由于大魔王是很有名的杀手组织首领 他的儿子肉票也是杀手圈有名的人物 男主角身为一个刺客 自然认得出来 他也认得出贾克蒂是杀手 跟西装哥形影不离 他怀疑这两人杀了肉票 此时脑残妹这边 正要带美用男躲去厕所商讨计划 大概就是说 有情报显示大魔王会在终点站出现 所以到时候要如何在那边杀了他 而前往厕所途中 他们意外看到 因为车子晃动而倒掉的小草尸体 脑残妹见了 倒是很冷静 还好奇的开始观察周围环境 然后就发现了男主角刚刚偷走后 藏在尸体旁边一个垃圾桶中的手提箱了 脑残妹自然一眼就认出这个东西 然后捡了起来 带到厕所将手提箱打开 发现里面放的全都是钱 接着他好玩的安装了一个再次开箱后会引发爆炸的机关 并关上箱子放回原位 但是放完东西又走回座位上时 他跟美用男就遇到了醒来的夹克蒂 因为车上没剩多少乘客了 夹克蒂想跟他们打听 有没有看到一个银色的箱子 而脑残妹很顺口的回缩 没看到那个手提箱 可是夹克蒂想说他讲的是箱子啊 怎么对方会默认是手提箱呢 所以对方肯定有鬼 于是他开箱攻击射倒了美用男 想借此逼脑残妹说出真相 可惜的是他问话和开箱的过程中 喝了刚刚座位上自己的矿泉水 但里面被男主角加了安眠药 所以他就刚好昏睡过去了 脑残妹见了就顺手 将夹克蒂的手枪改装了一下 变成开箱后会往后射不是往前 此时男主角这里 正回小草这边查看手提箱是否安好 同时注意到小草身上有个信封 打开来看里面放的是杀手毒蛇的照片 这一刻男主角内心明白了以下画面的来龙去脉 刚刚不是提到小草是婚礼上的新郎 其实当天还发生很惨的事 就所有有吃蛋糕的宾客都双眼流血而亡 连新娘都死了 而小草应该是查出真相 是毒蛇在蛋糕里下毒害死宾客 然后他也知道毒蛇在这台车上 所以他过来想杀毒蛇 替未婚妻和宾客报仇 可是当他看到男主角也在车上时 就想到男主角当天也在会场 所以怀疑他跟毒蛇是共犯才先杀他 忽然男主角注意到靠杯 前方卫装成车上服务员的不就是毒蛇吗 接着毒蛇一边拿毒针要刺杀男主角一边解释状况 原来他也受人所托 要来这台列车上杀掉肉票 抢走手提箱 肉票就是被他毒死的 然后男主角就被毒蛇用毒液制作的毒针 给刺到了30秒内会双眼流血而亡 但他反应很快 马上把没注射完的毒针 又从身上拔起来反刺毒蛇 这样两人就都中毒了 毒蛇也紧张的从怀中拿出解毒剂 想帮自己做治疗 却被反应更快的男主角顺手抢走 替自己解毒 所以没了解毒气的毒蛇就在30秒后双眼流血中毒而亡了 此时西装哥注意到倒在地上的夹克蒂 发现他叫不醒怀疑他被人杀了 就气得拿起他身上的枪要去找杀夹克蒂的人复仇 然后他注意到路过的脑残妹背上贴了夹克蒂很喜欢的卡通贴纸 不管是刚好年到还是夹克蒂刻意年的 他都知道凶手就是脑残妹 所以他决定开枪射击 但男主角又刚好路过看到有杀手 要杀老少女就直觉认为老少女是好人 所以上前帮忙打西装哥 但西装哥还是开枪了可惜这枪 刚刚就被脑残妹改装过了会往后射 所以他就把自己射死了 接着列车到站了男主角原本想要下车 但脑残妹说他背包卡住了 希望男主角等他拿好背包先别走 而在此站上了车的只有一个老人 然后列车就又出发了 接着老人私下对脑残妹说 我儿子就是没用男他其实没死 只是重伤躲了起来还打电话跟我解释状况让我来支援 我也已经像以下画面这样派人干掉 你安排在没用男儿子病房的杀手了 现在要来找你算账了脑残妹一听马上转头跑路 接着老人跟男主角说他跟大魔王是四仇 所以他知道大魔王会在终点站后就决定来决斗 而男主角抢的手提箱很明显是大魔王的东西 且大魔王儿子死在车上 估计他等等会气得杀光车上所有人 所以老人的重点是想约男主角等等一起对抗大魔王 车马上要到终点站了 此时刚睡太死的夹克蒂也醒来了 因为车上也没剩谁 所以他很自然遇到了男主角还有老人跟他儿子 由于大家都是杀手也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杀手圈最可怕的人 就是大魔王 所以大家讨论了一下后认为想要活命的话 等等就要先联手对抗大魔王跟他的手下 而列车停靠终点站后霸占车站的大魔王带着手下上车 最先遇到的是他女儿就是脑残妹 脑残妹也哭着说你从来都不关心我 只关心你儿子就肉票那个废物 所以为了让你注意到我 我要证明我有能力用手上的枪杀掉你 证明我也是厉害的杀手啊 然后大魔王就一把抢走了智障女儿的手枪 管你啊掰 之后大魔王先找到了男主角 并将他压下车 然后开始用以下画面解释说 双男杀手那对兄弟是神经病啊 某天虐杀了我某个单位里 所有的手下 我生气的离家要赶去善后 但不晓得是谁要暗杀我 却不知道我先一步离家了 所以当天晚上我老婆坐我的车 要去警局将我那个 又被抓进去的智障儿子肉票给保出来时 想暗杀我的人 就开车出来冲撞了我的车 害我老婆被撞到重伤 更机歪的是想暗杀我的人 明显不晓得重伤的是我老婆 以为是我 所以当我老婆送医治疗时 想暗杀我的人就又派毒蛇 毒杀了准备帮我老婆治疗的最强外科医生 导致我老婆来不及找到别的医生帮忙做治疗 然后错过治疗黄金旗就挂了 这些事都是我后来查出来的 而重点是 开车撞死我老婆的人 我找到以下画面了 就是你杨了男 所以我设了以下画面的局 将你们这些直接或间接害死我老婆的人 全部引到这班列车上互相残杀 以此替我老婆报仇 双蓝杀手其实也不晓得他们虐杀的是我的手下 而我付给所谓交易伙伴的钱 其实就是付给这个绑架我儿子的黑帮的赎金 所以我就先聘双蓝杀手去杀光黑帮救我儿子 再抢回装赎金的手提箱 然后上这班列车 接着我聘请毒蛇上车杀我儿子跟抢赎金 我儿子也是害死我老婆的人之一 必须死 毒蛇杀他抢赎金时 势必会跟双蓝杀手开战 两边必死一边 毒蛇杀一身害我老婆来不及被治疗也该死 最后我安排了第三方 就是你杨热男上车抢赎金 跟他们那两方互相残杀 不管你们最后谁赢 活着下车的那个都会再被我抓来杀死 现在你准备好去死了吗 男主角听完只表示 诶我不是杨热男诶 他今天请病假 他杨姓了 我是来代班的男主角哟 忽然大魔王的手下打开装赎金的手提箱引发了 脑残魅装的爆炸机关产生爆炸 死了一堆人 男主角也被炸上列车 大魔王带着没死的手下追上来 却遇到车上的老人和没用男双方打了起来 贾克蒂也跳出来加入战局 还开启了列车 但因为这已经是终点站了 继续往前开 就是会冲出轨道翻车 而翻车后 各个杀手都身强体壮 全部没死下车 大魔王也掏出了刚刚捡到的 他女儿脑残魅掉落的一把手枪 而脑残魅除了刚刚要用来杀他爸的那把枪 没改装过外 他自己其他的枪都是改装成开火后会往后射的一种兴趣 所以大魔王想开枪射死男主角时 就把自己射死了 看到这一幕 也没死的脑残魅跳出来 开心的说 哈哈我成功了 我爸被我的枪射死了 这样也算我杀了他吧 你们其他人也去死吧 然后脑残魅就被也没死 还开了台车过来的夹克蒂给撞死了 OK最后大家趁警察来前逃走 男主角也跟来接应的经纪人离开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可能是在表达 不要当杀手 不然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啦 一定是这样的啦 真的啦 可可